底下一个问题 请问堕胎 为什么把所有的罪孽都加在可怜的母亲身上 难道做父母的就一点 做父亲的就一点都不付英国吗 要付英国责任 但是母亲负责英国责任重 父亲比较亲 父亲这个母亲是直接去杀儿子的 其实佛法讲得很清楚 父子兄弟 家亲眷属四中缘 报恩的 报怨的 讨债的 还债的 你要把它杀掉 纵然是报恩的 恩变成怨仇 如果他是报怨的 那是怨仇越来越深 后来再遇到的时候 你受不了 怨怨相报 没完没了啊 如果你要是真正了解四十真相 你看到这个 每一年 被堕胎 死亡的这些英灵 你要真正是能见到他们 听到他们的呼唤 看到他们的凄惨 你才晓得 那个罪故是多重 那这个事情 给一般人讲 很难相信 但是真的不是假的 有心 被锁了